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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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仔 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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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这个索泉文化广场 这里集了一大堆人 勾国王会一样的 太热了 看吧 哇 下雨啊现在 还有这么多人 整个广场就很多人 哇靠 这个角度拍真的是 哇 太重要了 哇靠 这个县城人口还不少 这么热 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 嗯 嗯 我在这个房间已经呃 待了八天了吧 刚才跟他打电话了 我现在的话东西 收拾好 这里有山寨垃圾吗 等一下丢一下 就差不多了 今天的话准备出发了 也不能 尝到这里带 嗯 现在又过了一天 今天的话打算去那个八星县城 看一看吧 啊 把垃圾丢一下吧 这垃圾的话已经丢过体次了 这里个大灯 丢垃圾地方 今天天气特别好 适合出发 好好 哎呀 拿上来了 啊 走了 啊 再见 刚跟粉丝打招呼了 啊 呃 钥匙还给他了 我本来想 呃 请他一起吃饭的 真的 但是他说 领导叫他有事 所以的话就没时间嘛 没办法 哇 就那辆红色的车 哎走了 嗯 刚才粉丝说 有机会再见吧 哎 他比较忙 哎 没什么时间啊 我只好出发了 没办法 在这里待了 有十来天的 好像差两天就半个月了 也待着挺久的了 哎 买点吃的 又在那个超市买了一点 是的 没买多少 现在的话12点17了 嗯 距离八千县城还有30公里 因为这两个县城挨得很近 八千县城那边应该要大一点 哎 准备出发 嗯 我靠有点晃啊 真的 有点 我感觉骑起来有点费劲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太久没有骑车了 十大天没有骑车了 先准备离开这个县城 哎 这个县城没有多大 八千县城那边 应该会好一点吧 刚才这边 哎 有了饭店老板说呢 八千县还不如这边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这边小宾馆确实太贵了 啊 给大家看看吧 啊 前面就出县城了 这才几百米的事啊 所以说西藏这边县城太小了 嗯 给大家看看吧 前面就是雅拉镇吧 这个山 就是 那个飞机房 那个上次那个飞机大楼 就在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吧 干嘛那个位置 有一个小布达拉宫像不像 哇 给大家看看吧 那个八千县城只有27公里 还没有30公里挺近的 不敢那么多了 出发 旁边就是雅拉镇 现在的话 今天天气真好 真的这两天都在下雨 今天天气好了就出发了 我怕明天又下雨了 真的我都没到县城的这一头来看一看 这一头的话应该也是有小宾馆的 它这个边的话比较零闪 还有洗脚的 我这里有客栈 但这边的客栈都很贵啊 都是180左右 200左右的 那边还有一个加油站 我这几天都没到这边看一看 因为这边的话好像是应该不属于县城吧 这边大货车有点多 这里还有个雕像 加油的 我靠原来小宾馆这边也挺多的 我都还没注意到来这边 还有大酒店 你看吗 自动大楼还没弄好呢 那边的话有个从早到酒店还有洗澡的 但是那个加酒店的话应该是200多挺贵的 你看这个风景 都是这样的啊 应该是那个位置吧 那个位置好像有个蓝色的帐篷 原来这个地方是露营的地方啊 不会吧 八星线又变成30公里的 这个这条路到八星县城的话 海白要提升100多 八星县城那边海拔高点 所以的话应该是有上坡的 我一个模拟的朋友 给我收了一个档 由于我这么多天没进去 我也没看到什么模拟的 这个县城外面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是工程还是什么 他一出门就看到几个模拟 不会把这么快就开始上坡了 哎呀 其实有点喘 前面依然还要上坡 你看这边吧 有这么多这个蒙古包啊 我的天不也不知道收费的吧 反正挺不错的 你看吧 是不是感觉挺好的 就是放歌的话 哇 你看吧今天这个天多么难 是不是很漂亮 今天的话不着急 慢慢慢慢走吧 哎呀 哦 魔女的 鱼都穿上了 哎 哎 到哪里啊 一个人还是 我肯定一个人啊 这么重的东西 你卖力的 啊 卖力还活一把 啊 干干素的车 啊 啊挺好 哎 哎 这个车加了油能跑八来公里 啊 那还挺给力的 嗯 那油油耗怎么样 油耗两个不到 哦 两个左右 啊 16.5升的影响 哦 那还挺给力啊 哎 不会吧毛老师一个小时就能学会 嗯 吃自行车的人一个小时就会 哦 这么简单吗 哎呀 其实你太累了 哎 刚刚那个大哥说 哎 摩托车一个星期就能学会 这么快的吗 那我 明天的话研究一下吧 哎 哎 刚才问的那个摩托车 他那个 摩托车的话 加满一箱油能跑八百公里 我靠这么给力 然后的话 那个油耗的话 两百公里两升吧 应该是 挺不错的 真的 真的 那一天的油费也才几十块吗 啊忘了说了他那个车的话一万一 感觉也不是太贵 我自行车都要四千多 哦 美洋这个位置还有个容装 哇 这个车不错 啊 继续出发 哇 啊 这边的草原风子 看来感觉倒还是比较脆的 哇 小沙坡 起伏路 冲吧 啊 给大家看看吧 前面应该就是通往八星县城的最大的一个坡了 过那个坡应该是没什么大坡了 啊 哎不着急慢慢推吧 啊 你看这个天是不是很难啊 这游戏上才有这么难的天啊 前面一段攀山路 哎我最怕的就是这玩意了 但是这个好像不长几公里吧 慢慢推过去 摩托车就是好啊 啊 说上去就是上去的人还这么坏 休息一下 我怕的 头条 应该是在头条里 我是江西的 啊 休息一下呗 那边那边那个帐篷是不收费的 啊 没住啊 那你过年的时候在哪里过啊 啊过年的时候在广州 我我我到那个什么到山西的时候 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你不可能往内蒙走吧 啊山西的时候啊 对 这里还请吃方便这么可解 嗯 这还是走 今天早上买的那个面包 走了 哎 哎 佛北的朋友 来去我吃了一桶泡面 我早上没吃的 看吧他们已经收的东西出发了 他们的话是往那个顶情县程 还有200公里 所以的话又需要赶路啊 我的话不需要 还有十几公里 喝点春酒来吧 学不学校 然后再出发 我在那里 刚才那两只小老鼠他打架了 看吧 哇 你还跑啊 你跑干嘛 又打架了 打架 开始干架 开 看那个小老鼠吧 植草 那远处的话还有 哇 你看看吧 小小快的 这个草原上的话老鼠是真多 真的 怎么回事啊 那你怎么回事 怪了 怪了 这么近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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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你在这里杀狗粮 哎 那个老鼠怎么回事啊 挂了 忽然就倒了 我去看一下 我可是不是吃了农药了 我没有倒 终于到了这个八清了 马上进去了 什么熊吃了四个人了 那还挺危险的 在这边 这这边不 这熊不会跑到这边来吧 这里来不知道 应该不会挖虫草的时候 是不是出了四个人 哦 挖虫草的时候 熊 我也听过 看吧 和谐所谓欢迎离开锁县了 前往八清县 刚刚跟账族朋友聊了 这边熊熊有点多呀 真的 搞得有点慌 他说那边挖虫草的有四个人 都挂了 水甜甜的 被熊熊袭击 哇 你看吧 这个 前面是下坡 应该是下一点坡 前面应该还有爬坡的 现在海拔4100多 跟现成的海拔差不多 前面那个是村子吧 怎么那个楼建的那么气派呀 哎呀 继续往前面走 应该是十几公里平路 哇 我看到牌子了 原来这边是八清中学 我说怎么这么气派 排位是干嘛的 这个学校确实不错 我给大家看看嘛 这个的话就是八清中学 这个学校距离现成12公里 哇 这个学校不知道是不是八清线最好的学校啊 我靠 又开始烂路模式了 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盘山路 应该就这一小段吧 这个路比上次那个4,900海拔的那个要好一点点 自己的灰尘要小一点 现在到了317国道的1666 我堆取满一堆 希望世界和平 五五玉林 还是啥的 五亚林啊 你看西藏这边的话也就是这么情况嘛 老是有烂路 我靠 这什么车好像是保时捷 哇 你看吧 这边还在做房子 哇 烂路终于要结束了 前面就是啊 啊 那个白油路了 西藏这边走是一段一段的烂路 不太会急 不会吧 又开始 灰尘路了 我靠 哎呀 这个灰尘 真难搞 哎呀 自驾游的还不爽了 你看吧 八清梦 教育梦 原生梦 啊 说的好 你看吧 西藏这边 也搞那个工程的 你看 那应该是搞沙子的吧 不管了 还有 三公里多线都现成 哇 那边还有那么多一栋房子在建 这边还有那个 小帐篷啊 再往前面几段就是到县城了 没多远了 哦 大家看到没那边 安山市 天山区沿建 应该是辽宁安山吧 好像是的 从往县城路又开始变难了 哇 终于进到八清县了 马上进入县城 这个路还在修啊 前面就是县城 应该比较大的 哎 这是马还是驴呀 这里还拖房子 不会吧 通往县城路就往这边拉 你看吧 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塔呢 金塔 啊 那边是往一个寺庙的 这边的话是往县城的 你看这个路 那边好了 还好 那个一看就有个大酒店嘛 我刚才没注意到 真的 那边居然还有帐篷 不会有人吧 等下去看一下 然后这里做气派的大桥 应该是还没通车还是干嘛 啊 丁青县锁县都可以 原来真有个人在这里搭上了吗 帐篷的朋友吧 关上了 哎 他有点害羞啊 他刚才都不理我这些年的 啊 其实这个县城旁边的话 搭帐篷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就是比较吵 在这个地方搭帐篷 啊 如果这个里面有空房子的话 那我可能要多待几天了 哎 那边是干嘛的 弄锅的 那远处还有个寺庙 西藏这边寺庙 这条线的寺庙特别多 那里有大酒店 我估计很贵吧 反正也是那么回事 这个地方的话是属于县城边缘 应该还没进县城 那个大酒店 他说有热水 晚气 这么好啊 价格的话估计会很贵吧 算了 还是去县城里面找吧 这个地方的话 哪东西都不放心 县城里面的话热到一点 小酒店的话多一点 也现在没看清这个县城有多大 哇 龙卡大酒店 你看那个档次的话也肯定是很贵 啊 前面的话还大酒店 我靠 首都大酒店 八清大酒店了那个 八清大酒店不知道贵不贵 哎呀 那么小的我自行车都没地方放 刚才的话我过去问了 那个八清大酒店的话 他那个 我 价格的话是198 就地图上都显示200的就差不多吗 我再去前面看一看吧 啊 对比一下价格 我感觉这个198好像不是很贵 感觉还可以吧 毕竟拉商那边招待所都200块了 那边有个温馨小宾馆 也不是什么价位 如果那个都100多的话还不如住大酒店 真的 那边有个穷少大酒店 那个我知道那个是200多 前面还有酒店 等下一个个问吧 这边确实比 索先要缓缓很多 你看吧 那边还有还有kd位了 那这边的话住宿是最低100 公共厕所的 那个120的我问他有没有 那个厕所 积极屋问了好久 然后说没有 就洗澡的话 啥的不方便了 上厕所也不方便 你看吧 就那个小宾馆吧 车子放那里了 你看吧 这边这边都还有小宾馆 那里一大牌的那个小酒店 然后这里还有幼儿园 这个县城比那个 索先大太多了 真的这还一小半都没关到 刚才那个小宾馆的话 宾馆小 但是放车方便 里面空间比较大 就是那个小宾馆没有厕所都要100多 我就觉得有点贵了 还不能住酒店 我刚才的话 在后面上那个厕所现在舒服多了 哎 这个地方的话 有个幼儿园总的放歌 在这个地方住小宾馆的话 我不一定能睡好啊 我靠有点吵啊 再往前面走一走吧 离开这个离这个地方远一点 真的 什么什么意思啊 听不懂 算了 继续往前面逛一逛吧 实在不行的话 再返回来 问一问 有空还不得是最好的 看吧 那边还有个蜘蛛火锅呢 关门了 什么回事 继续往前吧 忘了我还要买消炎药了 有点上火 你看吧 这个铜镇招压锁好像关门了 还是就住小酒店呢 招压锁条件太糟糕了 这边又在施工又有点吵 还不如回那个八星大酒店 哎呀 这个县城到处都要施工 不过这个县城发展的确实快 我感觉比锁县 这个地方 小宾馆的选择性更大 而且相对好一点 这边条件 后面那个洗脚的 是不是倒闭了 哎不太清楚 我八星线扶屏超市 扶屏超市是不是便宜点了 还应该不会吧 这么店面确实多 哇 你看吧 这边还一栋商贸大楼呢 哇确实不错 就这个地方路太烂了 急不了 太颠了 哎呀 这条路的话不是国道 哎呀 所以的话路特别烂了 但这里面的 商店啥的 看着还挺不错 哎 317的话在外外面一层 等下的话应该可以绕到317返回去 哎呀 啊 往前面吧 应该是可以绕到317的 那前面可能要 左转吧 哎 应该那个前面出去应该就是 317国道 哇 你看吧 那地方有个 有个铁吧 你看吧 这就是县城 这么多施工了 你看吧 从那边过不来 开车都过不来 但是我自行车过来 啊 给大家看看嘛 左转 上面就是317了 刚才来县城走的不是317啊 所以的话路路才那么烂 317应该不会修路吧 317旁边应该有酒店 等下的话去看一下 所以的话 进8 8星县城的话 不要走别的路 走317就行了 这条的话是317国道 你看前面的话就马上出县城了 这县城比所限大很多啊 然后这里还有铁铁铁铁铁铁 那边有个酒店好像关门了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被堵上了 沿着这条317国道返回去看一下 有没有合适的 看嘛 这边有条路下去的 但是那个路的话从那边就会路了317国道了 所以的话前面应该没路了 找露营地的话也没看到什么太合适的 现在就舒服多了 回去是下坡 再到这个317国道找一找吧 如果没有的话 就返回那个八星大酒店了 因为这边的话 哎太贵了 200多 给大家看看吧 这边有个大酒店 但是那个门是锁的 那里面好像是空的吧 不知道倒是不是倒闭了还是干嘛的 不太清楚 这个看得挺好的 然后这里还需要街道 这边有个越远 一看到这个学校我就有点慌 给大家看看这个酒店上锁了 里面好像是空的吧 应该是空的这个酒店 太可惜了吧 这应该进不去 你看嘛 这个村子好像也是倒闭了 这段楼绝对是空楼 那进不去 哎 不会吧 这个里面没有人呢 这个酒店难道又是倒闭的 不可能吧 就这个酒店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没看到人 在里面还乱糟糟的 主要的话 我看到这边有是有有有有洗车的声音 也是有点烦了 你看吧 那个前面还有那个小宾馆 那个也是倒闭状态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样吧 现在到了这个龙腾路吧 那个小宾好像关门了 然后那里还有一家 远处有一家过去看一下 这里确实是有个龙腾宾馆吧 但是他那 看吧 这个里面确实是有个龙腾宾馆 但是那个 有地方停车难搞 回去吧 还是 哎 返回那个大型大酒店算了 哎 这个县子呢 快让我逛了个便 现在还没找到地方 这属是在下面的 我懂了 这房间在这里 哦 当街是哪个 这个是双连间的 原来那个 厕所是在这里的 这只有这上面两个厕所 然后楼房的话 在下面 70块 挺便宜的 就刚才那个小酒店吧 那那不算是酒店 因为连个热水都没有的 公共厕所的在下面 房间在下面 然后上面一层的话 他们说没有装修 上面我估计是就做那种标签那种 什么应该 这个小酒店挺小的 那个 小房间的话 70块钱 一张床 里面空间的话 比我那个招待所大的多 才70块 挺干净的 我看了一下挺干净 只不过厕所上厕所 一定麻烦要上来上 有两个厕所上面 还可以吧 那个房间的话挺划算的 70块 真的烂条件 虽然说是公共厕所的 我我我看了一下 上面是暗的 要开灯 然后的话 那里面还挺安静 真的 明天的话 可能就过来了 先去八星大酒店设施一把 然后明天再过来做几天 70块钱做的还是没什么压力 一台小奥迪过来了 哎 我就喜欢到处问一问价格 刚才都问了好几家吧 你不问的话真不行 真的 刚才那个70块我觉得还不错 只不过我 我考虑到要洗澡的问题 所以都帮你没住了 明天的话过来吧 今天晚上的话 先好好冲个热水澡 刚才从317又转了一条路了 再右转的话 就到了当个八星 左转了 到了八星大酒店了 那八星大酒店的话在县城边缘吗 看吧 又回到这个八星大酒店了 你们那边的酒店也是200多也不便宜 还不如这个八星大酒店的 档次都不一样 这哪个地方放歌烦死了 难怪这个声音就是在这个大酒店 哎 我靠这下面放歌 真的是有点烦了 随便找个地方停吧 哎刚才又看了一个酒店200 我没地方拧车那个 刚才那个酒店的条件我刚才看了 那老板娘你我上了 上去看了 条件还可以200块 但我跟不计跟八星大酒店那个应该差不多不计 八星大酒店那边放歌实在烦 等下的话看一下停不停 还等下再回去看一下吧 刚才的话 我看了酒店之后又来了两个人 哎一下子被他们抢下去了 现在的生意的话就这样 酒店的话 真的有些都倒闭了 但是有些的话都 啊 急忙人 给大家看看吧 那个龙卡大酒店我刚才问了 2008有点小贵啊 确实是 你看吧 这边的话自驾游的都在这边露营了 这草也太深了吧 不太好那边一个厕所 哎真的 哎主要的话我有点想冲个凉 所以的话 就想做好一点小军馆 那这条件糟糕的 连个厕所都没有 还还怎么洗热黑澡 真的不然的话我就像他们一样了 真的我一看到这个我就 真的我就感觉到很亲切 设定荡棚 这个挺好的 哎 这边住宿也挺贵的 对 这这不用做工业 这这路线还 箱子还是蛮多的 箱子变多但是还有拖 对 有走过啊 对吧 是的 高山气管还不错 看吧他们车顶上 我们住的比冰冰馆还舒服 主要的话他这边 有个公共厕所啊 确实可以 我明天都可以搬过来了 没拍他就被上过来 你看到狗熊你都手机都拿不出来 我后面没拍上后来啊对 因为这牛区啊牛区里面还是哦 哪个地方 在不加不加冰川嘛 不加冰川在丁青那边 在丁青那边 你喜欢那个丁青那边熊很多 有个人凌晨4点的时候 搭帐吗熊在外面 马上跑了 跟他们 跟他们说再见 现在准备走小宾馆了 现在太晚了 都你看嘛 都这个点了 7点多吧 他们明天走 我的话 我今天 我无论如何都要住个 游乐水小宾馆 真的 难搞啊 现在又回来了 没办法了啊 现在好像这个不叫了 不叫了就好 不管那么多 我靠这边还有徒步的 这是搭车的吧 徒步搭车的吧 哇 这东西够多的了 太多了 他也是没地方放车 放到外面不安全 我自行车应该要放 还好我是自行车 一下就放进来了 挺好 哎呀上来了上来了 赶紧拿东西了 找房线 我现在的话进来了 八星大主店 在这边 先付的话是198 但是我没有那么傻198 做这样条件的 我付的是145 那个 就那个软件上面便宜 哎 这些年了 一下子省了几十块 给大家看看吧 就这个条件吧 这个厕所 是不是 马桶 还算可以吧 是不是 花个145住的话也还行 这的话应该是有热水的 可以冲个凉吧 你看吧这个房间的话是这样的 看吧 房间两张床 这是标间 还可以吧 是不是 有点静止 我靠 这个WiFi也不是怎么回事 也不弄一下 是不是插上去了 这个条件的话 也就这么回事吧 条件一般般 因为我在内地住的60块钱的小酒店 差不多 这边有200左右 我也是没办法 哎 今天的话 先 我打算冲个凉 明天的话 可能就 露营或者 到那个70块钱小宾馆了 给大家看看吧 哎呦 幸好有该墨运路都没有 算了 就简单冲个凉吧 哎 这个马桶的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哪个事的 我还放了那个消毒液 算了 哎 先冲个凉了 哎 我刚才的话 用了好久了 他这个水温上不去 真的 哎我靠 这么低 这么水的水温不能洗啊 看来冲凉要失败了 他那个是 听说是用太阳冷的 他说水温 热水不稳定 不知道怎么回事 等了好久 不管怎么转 他那个水温都是 都是凉的 真的 就是一点点温度 难搞 给大家看看吧 这边也是一样的 水温怎么都上不去 不管往哪边 他都一样的 真的 都是冰凉的 难怪洗不了洗不了 今天晚上失败了 当做买个教训吧 还是穿上这个八星大酒店的这个鞋子 一次性的 先把脚弄干 哎 现在在厂上休息吧 哎 算了 不冲凉了 真的 等下要是弄感冒了 就滑不滑不来了 真的 哎 今天那个几个那个前台 撞轴 姑娘吧 他们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啊 真的 怎么那个订暖件啊 我也不懂 还好是优惠了几十块 不然花198的话 那就更不划算了 明年的话必须要我搬出去 哇 给大家看看吧 接近200块钱小酒店 你看 这个地板居然都是松的 现在时间的话 差不多晚上9点半 有点凉酥酥的 做到买点吃的吧 哇 这个酒店旁边的话就有一个 食材店里面东小的挺新鲜的 明天的话打算可能会起过烧油吧 就 今天这下游 他们 带着那个地方我感觉挺好 哎 给大家看看吧 这附近居然有个这么大的购物中心了 我靠 这个里面居然这么大 真的 买一只腕子 成功来 3块5 可以 我会吧 连之前吃的都有 啊 再买点吃的 你看吧 这一排都是炙热米饭 买一盒吧 给大家看看价格不20块 是不是 这个17比索线要低一点点 啊 刚才那个购物装中心的话消费了44 嗯 走了 他那个购物中心的话跟内地的很接近 里面规模还是蛮大的 卖的东西还挺前集全的 真的 下次的话再去逛逛 看一下有什么需要的 嗯 给大家看看买的东西吧 一层炸水 这个应该是5块的 这个成就来3块5还不错 那的话 一双袜子10块上次穿破了 然后的话这个应该是20块吧 这个多少 5块7块10啊 20啊 不可以吧 这个20啊 没算错 手机支架没拿上来 给大家看看 这个火锅小粉 然后的话这里调料吧 也就这么合适 等下的话一起倒里头 不讲究那么多 这个粉的话肯定是要首先搞里头的 嗯 给大家看看吧 他这个用料的话感觉还可以 肉 还有酱 还有盐 这个 挺不错的 给大家看看还是赶紧给他盖上 我本来还想摘一包泡面的 算了不加了 加的话 满了 给大家看看吧 应该是熟透了 也不响了 可以 兄弟们 开饭了 简单吃点吧 看这个粉条的分量还可以啊 酸酸的闻起来 这个光线不行 这个酒店不行 嗯 我已经有 一个多月 没有冲凉了吧 今天的话 没成成功 但是 呃 我把那个腿上的包姜稍微关了关 应该好一点了 嗯 我像冬年的话 我几个月不 不重量的没事 但是现在的话 有时候的话 还是有点 呃干扰 嗯 冬天没有 你会舒服 西藏这边就这样 这样的条件 哎 有时候的话也会 停电嘛 停水嘛 这边的 条件就这样了 没办法 今天那个自家的 他说他也看到小熊熊了 但是他没有机会拍 因为被吓到了 吓得手都抖 没办法 这是为什么有些人 拍不到小熊的原因 因为看到小熊熊 你已经慌了 他说问我在外面露营吗 我说我一般不会在 那种 呃 特别危险的地方露营 我一般找空房子 但是现在会不好找空房子 嗯 还是有很高的危险性的 有时候确实要注意 可以规划好 嗯 向别人问我做什么做工业 我说我是没有做的 看到乡镇隔的不远 上下坡不带多的话 上下 上坡不多的话 应该 没什么难的 如果大上坡的话就难搞 而且我不会 骑行到100公里以外的乡镇 都会露很好找 在外面的话确实有风险了 你像他们藏族的是吧 买虫草 实力很高 但是很危险 很多东西都这样 你又 是吧 又安全 又 回报大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的话他们挖虫草也不如意啊 有四个被熊熊袭击了 你像我的话我 在这边是吧 露营到县城里面是最安全的 乡镇都不安全 乡镇因为有很多乡镇 是属于超小乡镇 只有几户人家那种乡镇 县城里面的话 很多人不会写的当上坡 因为小宾馆太多太多了 只不过现在这个季节比较贵嘛 当然冬季的话 肯定也没有便宜到内地那种 对吧 他这边再怎么贵 也不有内地贵的 放心 我靠这一下就吃完了 不会吧 我要不要放泡泡面进去了 吃饱的话 放泡面进去吧 现在水的话应该变浅了 嗯 刚才的话放了一包泡面进去应该会好很多 如果再吃饱的话 这里还有这个面包 这个鸡腿 应该可以吧 吃完了 刚才那个泡面差不多吃饱了 所以的话 还是要注意安全了 在西藏这边 嗯 今天又是难搞的一天 今天又是难搞的一天 对吧 在这边 我们再来说